两位医师好 我想问两个问题 一个是西医 一个是中医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一个胃癌患者 如果他好了 然后他每年 不是需要照PET scan吗 然后那个PET scan出来 他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还需要照样去做 那个结肠镜检查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想问那个唐医师 就是现在不是很多人 很流行吃那个幽顿草 那么我想问一下 一个胃癌患者 他其实已经是动过手术 也做过化疗 他可以每天去采一些 那个幽顿草 然后结合好像说 打什么苹果汁喝 对他身体有帮助吗 就是这样 谢谢 这样是两个问题 还是一个问题 两个一个中医 那唐医师先回答 好不好 我先讲一下 就是提问的 这个关于幽顿草的 这个问题 现在呢 很多就是非常流行 吃幽顿草 幽顿草这个 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轻热解毒抗癌 但是呢 在胃癌的患者呢 我们要比较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 因为本身这个草药呢 是比较带寒凉性的 然后也是比较偏于苦寒的 在中医的认为呢 就是苦寒药呢 比较容易上胃 所以呢 就是说 在食用的时候呢 一个是它的剂量 如果是胃癌患者 已经经过了 就是手术啊 化疗啊 一系列的治疗呢 那么我们是用 预防性的来治疗呢 就是说 它的剂量 就是要用的少一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 那个 使用的那个方法 因为有些草药呢 如果生用的话呢 当然它对胃的损伤就比较大 所以呢 一般上你可以就是 如果是 嚼水呢 你可以就是 掺一些苹果啊 胡萝卜啊 或者是 掺一些 就是姜汁啊 这样的话呢 比较能够综合掉 它的这个苦寒的 那个性质 所以呢 对胃呢 就是 那个影响不会很大 那么 或者呢 就是说 通过就是冲泡 就是说 把油炖草晒干了 然后呢 用热水来冲泡 像那个泡茶喝这样 那么对胃的 那个损伤呢 也是会比较小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要 食用的话呢 是可以的 就是在这两方面 要注意 就是一个是剂量 一个是方法 谢谢 好 那另外一边的问题就是 有了胃癌之后 去做了那个PAT scan 需不需要照 胃经跟肠经 都是需要的 可能都要很频繁 每年都照 为什么呢 一旦你有了癌症 就是说你的身体 就潜在着 再有癌症 再重新再来 新的癌症 还是旧的癌症 同样的胃癌 大肠癌 你都比普通人的 那个 有肠胃癌的倾向都高 所以肠胃经 都需要定时照 明白 谢谢 谢谢 下一个朋友 两位医师好 我的问题 我想请问黄医生 就是有关 Keyhole Operations 他需要具备的条件 跟那个传统式的切割法 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就很难跟你解释 但是大体来送说 就是说 那个微创手术 需要几个重要点 第一 肿瘤不可以很大 如果肿瘤像足球 这么大的话 在微创 也是不能把肿瘤拿出来 你可以很简单的明白 肿瘤这么大力 你在微创 也是没有意思 所以微创 多数都是早期的病 那些早期第一期跟第二期 肿瘤不是很大 直径最多两三公分 这是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 就是看你的体积 如果你是那种 体重150公斤 肚子里面的脂肪 很厚很大块 那种 微创手术也是很难做 第三点 就是手术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可能需要比破腹手术 多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 在开刀的时候 我们都要 病人的位置都要不同 这些都对心脏 有稍微的符合 如果年纪太大 不能 手术时间不能长的话 通常有的时候 破腹手术会比较快 比较安全 大致上是这样子 几个要点 好 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谭医师的 就是我们工作的人 时间很繁忙 刚才您所说的那些 药材的画家 是我们不以炒药来建筑的话 是否有可以代替的方式 像药粉或者成药方面 他们的功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 其实煎煮草药呢 现在是很少人在做 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时间 而且我们从中医来讲 也会担心 其实你们自己煮出来的草药的 不能够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 因为煮草药也有很多讲究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呢 就是粉剂或者是水剂 水剂就是已经做成现成的这个药水了 中层药呢 一般上我们是不太建议 因为中层药已经是做好的 但是每个病人 每个人的具体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呢不能够很针对性的 针对每个病人 所以多数呢都是采用粉剂 就是说通过病人 我们跟他看诊了以后呢 就是当场开出这个配方 然后呢这个粉剂来当场调配 那么这样呢 其实从我们来讲 功效呢 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 都是可以的 好 谢谢 谢谢 下一位朋友 两位医生好 我要请问的是黄医师 我想要请问你 大肠的细肉会演变成癌 而胃的细肉会不会演变成癌呢 很聪明就是你照过胃经跟肠经 胃里面的细肉通常都不会变成癌症的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Funding Glam Polyp 很多人都有的 都是因为通常是胃酸果多跟胃酸倒流 这些细肉通常呢都不会演变成癌症 不过一旦你有这种小小的细肉的话 医生都会建议你的 多定时做胃 胃经 看看有没有问题这样子 可是胃的细肉通常是不会演变成癌症的 关于胃壁的厚跟薄会有影响吗 好像一个人的胃壁 有的胃的壁会比较厚 有的会比较薄 会说他的肌率 胃癌的几率会增加吗 没有科学跟医学的根据 好 可以 谢谢 谢谢 下一位朋友 两位好 首先我想请问唐医师 我是好奇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刚才我看到那个图片 然后你的鸭肉 那只鸭你就画上一条红线 是不是说那个鸭肉就不能够吃了 如果我是鱼人生 我就会看餐厅 专门卖这些冬瓜配排骨 一定卖到很多了 然后鱼人生可能要开店 卖饮食 我们应该开一间就是药膳的酒店 就专门提供药膳 这个可能有点误解了 因为当时我选这个图片 我觉得也是有点不是太合适了 主要的意思不是这个鸭肉的关系 主要是这个就是烟熏的那个食物 一般上我们好像比较多的是 这个熏鸭啊 那个烟熏的 所以不是指这个鸭肉 而是指这个烟熏的食物 就是说不太适合 就是烧鸭那些都不能够吃 对吗 那个就是烧烤类的 烟熏的 或者是那种腌制过的 不只是指鸭肉 就是其他的肉类 只要是腌制过的 或者是烟熏烤的 这些都是不是很健康的 对 我有点替那只鸭难过 因为你这样子打一下 好像所有的鸭都不能够吃 那这边跟大家再解释一下 不是说鸭肉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我想请问黄医师 就是我本身 我是我有胃病 然后我胃病 我的胃也相当严重 稍微饿一点 我就开始会脏腹 那个腹脏 然后会开始痛 然后我想请问你 就是胃病 胃不好的人 是不是就容易得到癌症 就是胃癌 我也没有这种 这种的情况跟病例来告诉你 可是通常胃有问题的人 通常是不会有胃癌的 为什么呢 这些人常常看医生 每一两年都照胃疾 不管什么螺旋菌 什么菌都去除了 所以通常呢 很保险的 这些人常常看医生 是那些从常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生过病的 突然间有一个胃癌 因为这些人从来不看医生 大致上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有胃病的话 就需要照胃疾 看看到底是不是有螺旋菌感染到 还是其他的胃溃疡 胃有没有长期的慢性发炎 这种都要跟着 跟着诊断的医治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关于我 最近我发现到 这两三个月来 我开始觉得我 大便的次数比较平密 不像以前一样 就是 它那个 平密 但是还好 它的那个 我就有观察过 它的 大便的颜色 还有那个软硬度 都不是 都是 还算是正常的 那有问题吗 就是说 我刚才讲过了 不管你来我的诊所 跟我讲 你的大便 一天几次 多少 软的硬啊 好啊 不好啊 几时出血啊 几年几月几号 我唯一的 你讲完这么多了之后 唯一就是 照大肠镜 因为呢 我不能跟着你的 这样的形容啊 写了一整篇 跟我讲 我就有说 OK 没事 你可以回家 改天再来 不可以 一旦来到了我诊所呢 你就逃不掉了 门锁起来 没有照胃镜 不给你跑 就是这样子 因为呢 我不能代表 我目的不是要看 你的大肠 你没有没有肠癌 我等到你进到我们 诊所的门口 就是要为你做个肠镜 跟你做个预防 照照肠镜 没有胃镜 就可以告诉你 大肠胃镜里面没事 你就大致上是没事 可以去乱吃乱喝 就是说 你的分辨 不管怎么样的改变 我只要知道 有稍微的不对 你告诉我 稍微的不同的话 他的习惯 还是出血什么 都需要照个大肠镜 以防万一 好 我们请最后一位朋友 发问 谢谢 我这边是 问一个大中华的问题 问Dr. Ng 刚才我看到你的power point 你看到那些 colon polyps 你想说 当你去掉的时候 大概是以50岁 60岁 70岁 多久才去减化一次呢 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症状 上厕所的习惯 完全没有变到 一点出血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50岁开始 卫生部就建议 每个人都得去照大肠镜 或者大肠 咽那个粪便 有没有浅血 这两种的其中一种 至于是哪一种呢 就看你有多少时间了 如果你是50岁 还是很忙 每天都得上班 很多工作 生意开的很多 店越开越多的话 很忙 没有时间的话 最好是照大场景 一照的话 你五年后 就不需要再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50岁 就退休了 时间大把 没有东西做 每天呢 想不想大便的问题 你就可以做大便浅血 因为每年 你都会写在 你的笔记簿里面 每年都会去 一次能去做 两三次的眼查 把那个大便送给 去那个lab testing这样 咽一咽 如果你真的很闲空 你就做大便浅血 看你有没有浅血 如果你真的很没有空 你想一了百了 看看照个大肠镜 有没有问题 大肠没有问题 就五年不用再照 就去做大肠镜 它的保证期比较长 也比较准确 所以呢 我这边手上 也是有个问题 就是同样的 过了50岁 什么都没做过 需不需要先 咽大肠跟胃呢 我的建议是呢 如果你觉得 你不喜欢每年 去送大便 去给医生看的话 就做个大肠镜 胃镜比较妥当 一做了后 就可以有保证 五年的 不需要再照 如果60岁或者70岁 50岁都有照过 那么下来就说 三年五年没照过 60岁多久 或者70岁多久 都是每隔五年 五到十年照一次 如果你50岁做了 过了55岁 都要开始想了 60岁 它就有点危险 我觉得是 五到十年的时间 是最好的 我刚刚开了 一两起大肠癌 都是83岁跟92岁的 他们都还要开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脑袋都很清醒 开了刀 还有五到十年的生活 所以这些人都想开刀 所以就说 没有限制你现在年纪多大 50岁60岁70岁80岁 都要照大肠胃镜看一看 除非你的人不是很好 生命不是很长的 这样就不需要照 如果是良性的话 你的那个column remove 到那个police remove之后 三年一次 会不会太快 如果你之前有 细肉的病例 你的保证期就不可以五年了 保证期就要减少 到三年 一年到三年之间 如果你的细肉是那种很 良性的 是良性 可是已经最后一期了 叫做severe dysplasia 差一步就变成癌症 而且很大力 这样医症说 你的保证期只有一年 一年后就要马上再回来 如果你的细肉是良性的 可是中等的良性 就是moderate dysplasia 还是mount dysplasia 医生可以跟你说 三年后再回来 保证期可以长一点 它不是malignant的 那个就无所谓了 不是 不是malignant 不一定代表 不需要找 你的细肉都是不对的 都要去除的 一旦有细肉 你的保证期就不是五年的 听清楚 你的保证期就变成三年的 就要照常境 普通的人 在这里的人 普通的人没有细肉的病例 五年照一次 是相当安全的 一旦你有细肉的话 医生会跟你说 三年都要照一次 如果你有一种 很特别的细肉 很大力 像刚才我的video 那个很大力的 医生说 最多一年 你就要照一次 安全一点 好 抱歉 我们现在要结束 我们的问题解答的时间 谢谢两位医生